Hi guys,欢迎回到舒心熟男 20世纪末引领日本乐坛的音乐教父 被他捧红的艺人两只手加起来数都数不完 所参与制作的唱片 总销量光是在日本就超过一亿七千万张 带起席卷全亚洲的J-POP风潮 又被誉为是日本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制作人 但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如今却犹如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众叛亲离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他走到身败名列这一步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人生与成就 一样传奇的日本音乐人 Komuro Tetsuya 小事哲哉 1958年小事哲哉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的一个富有家庭 在母亲的培养下 她从三岁就开始学习古典小提琴 参加演奏会 小学四年级 她在妈妈上电子琴课时在旁边边听边玩 居然就无师自通开始用电子琴创作音乐 是当地出了名的音乐神童 1970年她在大阪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中 第一次听到合成器发出的声音深受感动 据她形容 就好像是灵魂进入了新的宇宙一般 于是她擅自把家里所有的乐器卖掉 买了一台昂贵的Roland SH1000型合成器 一头栽进音乐的世界 上了高中之后 小市折栽受到摇滚浪潮的影响 总会有意无意模仿英国歌手 大卫鲍衣的穿着打扮与音乐风格 以视觉系浪人乐手的身份四处跑团参加表演 就算考上名校早稻田大学也没在念书 整天都在参加音乐活动 后来连课都不上了 找来幕跟上灯 与都公龙组成TM Network 自己担任队长与键盘手 连幕后制作的工作也一并包办 三个人拼死拼活凑钱录好demo带 打算最后一波 同时也报名了可口可乐冠名的业余乐团大赛 以史无前例的评审全员满分获得冠军 崭新的电影路线获得多家唱片公司的青睐 最终选择了Sony旗下的EPEC Records签约 展开职业生涯 次回予告 次回予告 请再来 这就是我的主持独角 小龙锣哲哩的 1984年TM Network以单曲Rainbow正式出道 这个模仿国外乐团的组合风格非常前卫 在小事折哉的坚持下走的是梳理的未来感路线 特征是团员们面无表情 演奏时被一堆合成器包围 好像是乘坐在太空船里的外星人一样 但或许正因为走得太过前面 销量一直起不来 处于一种随时准备回家种田的状态 为了生计 小事折哉同时也会协助其他歌手制作唱片 或是接一些广告配乐 电影原生代的制作工作 这时由他作曲给歌手杜边美里演唱的My Revolution 居然大卖70万张 让他看见了当歌手之外的另一个机会 隔年搭上人气漫画《城市猎人》的热潮 TM Network被选为动画片尾曲的新歌 Gate Wild的大受欢迎 连带的让收录这首神曲的新专辑开出红盘 还受邀参加当年的红白歌合战 终于让他们一场走红的滋味 一见声势有了起色 小事则在立刻以进军世界为诱因 说服公司让他前往伦敦取经一年 他认定舞曲将会是未来的音乐趋势 每天都到英国不同的夜店观察 想要找出其中受欢迎的元素 带回日本引发一场音乐上的革命 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起飞 年轻人热衷于吸收外国文化的年代 回国后小事则在便将西洋的音乐 结合在地化的歌词 开始多角化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一方面维持团体活动 另外一方面也以制作人的身份 提供作品给其他歌手 甚至在1989年还以个人名义发行过两张单曲 同时也与X-Japan的鼓手Yoshiki 组成梦幻团体V2 成绩还都相当不错 但有别于个人的活跃 TM Network把表现得十分挣扎 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 于是在他的主导下 1994年成立满10年的TM Network 就宣布活动中了了 这些人的活动中了 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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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团体后的小事则在无疑是充满野心的 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制作人 极大化可接触到的业务范围 他邀请Epic的董事长担任自己的经纪人 让Epic唱片也能分取他与其他公司合作时的利润 同时他也跟看好舞曲未来性的小唱片公司Epic结盟 打造自己理想中的艺人 第一个推出的就是主打Riff风格的歌舞团体TRF 抢眼的异国形象 加上专门为卡拉OK时代谱写的高速嗨歌 让TRF一登场就势如破竹 出道两年总销量就突破1000万张 打破日本记录 接下来小事则在为小元两子打造的单曲 爱恋心痛坚强 同样是以惊人的气势霸榜超过4个月 最终大卖200万张 创下个人女歌手的销售记录 也是从这时开始 日本卷起了一道长达4年的小事狂潮 他就像是个典时曾经的魔法师 只要由他操刀的艺人 没有做不起来的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属限定组合 H-Jungle with Tea 起源于搞笑邪心冰田雅公在综艺节目里 吵着要小事则在帮他发片的玩笑话 第一首单曲《World War Tonight》 只花了90分钟就完成录音 发售后 却立刻缠连7周Olicon单曲榜的冠军 简简单单就卖破200万张 更变魔术没什么两样 1990年代 その頃多くの若者が口にしていたことがある 小室が出てから買ったから 小室が出てから買ったから そのアルバムとかワケとか 買ったね 作詞作曲編曲プロデュース 全てを一人で手掛けていた 本来は裏方の仕事なのに 小室さんのプロデュースというものが ブランドを持っていた 1996年 小室哲也の楽曲が オリコンチャートのベスト5を独占した日です 小室ファミリーが日本の音楽界を席巻しました 小室狂潮大爆發那幾年 他旗下的主力歌手TRF 暗示奈美惠、花園彭美、Globe 仿佛就像沒有對手一样 連續四年壟断了象征最高榮譽的日本唱片大賞 而其中他更是自己参与了Globe 地球樂團的目前表演與幕後製作 曲風和歌詞都放入更多個人的情感抒發 完成心目中最理想的音樂型態 第一張同名專輯Globe大賣400萬張 打破日本銷量記錄 也是第一個在日本四大巨蛋舉辦巡迴演唱會的團體 小室哲在成功 除了因為他能切合時代趨勢 打造出最適合傳播的音樂 在行銷策略上的神操作也是他大紅大子的另一個關鍵 例如主打歌一定要與當紅的影視作品 或是砸下重金大量曝光的廣告進行綁定 比起能不能賺錢唱片能賣多少張 小室家族反而更重視曝光量 因為在社群平台還沒出現的上個世紀 誰能掌握傳統媒體 誰就能拿下市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小室哲在 時不時就會灑出新的話題來維持熱度 像是與東京電視台的節目 五花八門前草橋合辦的選秀大賽 或是將自己的小模女友華圓捧美 從默默無聞扶植成百萬歌手 以及集合小室家族成員 只要買專輯就可以免費入場的慈善演唱會 TK Dance Camp 都是讓人津津樂道的成功案例 而小室狂嘲背後真正的操盤手 其實是AVEX的社長松普聖仁 以及副社長千葉隆平 小室哲哉固然是個音樂天才 但在現實的商業世界裡 他則更像是個身世震望的神主牌 讓AVEX之間名不經傳的小會社 一路成長為能與哥倫比亞 環球唱片 Sony等音樂巨頭PK的大腕公司 這種專業分工的情況下 他也樂得輕鬆 檯面上他可以當個受人吹捧的明星製作人 檯面下他又不用管那些煩人的音樂琐事 專心的創作音樂就好 而且這樣的模式他所分到的油水當然也不少 據媒體推測 那幾年他個人的收入應該至少就有100億日元以上 正直怒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ど 僕らは言いたいことは言っちゃう でもそれでも言われるのがやっぱ嫌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自分がボスなんだ的な だから自分の言うことは何でも聞かなきゃダメだよっていう 当時ABEXは一部上場を控えていた 小室無くして上場はありえないだろうと鷹をくくった小室サイドは 印税の額やアーティストの扱いなどにおいて かなり厳しい条件を突きつけた 全部僕らは脳を出したんです で、小室サイドはなくてもいいじゃん 結局は無用具を残して 小室サイドとの密接期間は終わり こうして小室は欠かせないパートナーのはずだった ABEXの松浦市しばしと完全に決別 自從於ABEX撕破臉之後 小市折災才感受到商業市場的残酷 一方面主力战将安市奈美惠閃婚生小孩去了 一手捧红的花園彭美又因為被她甩了 行為出現異常 聽眾們對TRF一成不變的禁歌熱舞也開始進入倦怠期 風光一時的小市家族如今只剩下她所屬的Globe独称大局 另一方面曾經的戰友ABEX已經扶植出向兵棋部 放浪兄弟等動感型藝人 針對性的搶占小市家族的市場 其他如以與多田光為首的R&B歌手 純君所主導的早安少女組 視覺系樂團Glay等新勢力 也都趁她內外交困之際冒出頭來 日本樂壇又從小市的形狀回到百花齊放的狀態 在日本陷入困境的小市哲哉決定另謀出路 自行培養新人並進軍海外市場 她大動作於媒體大亨媒奪合資成立公司 先後在兩岸三地挖掘新面孔 並為這些女弟子們打造歌曲 然而過去她引以為傲的高音高速高密度的小市風格 幾年下來實在缺乏信義 加上每隔一陣子她就會跟不同的合作藝人 爆出緋聞 女友也是換個不停 讓市場上反對小市的聲浪越來越高 銷售失利操盤經驗又不足 讓她的海外發展大忌最後以陪光積蓄收場 但曾經在樂壇呼風喚雨的小市哲哉 此時還未認清已過氣的事實 愛面子好排場的奢華生活 讓已經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在與華人彭美分手後 她先是與旗下藝人吉田馬美鳳女成婚 光是訂做婚戒就花了6億日幣 結果當霸之後還不到一年 她就甩了吉田馬美改取更多的主餐K可為期 明明連前妻的贊養費都付不出來了 她仍然跟銀行借錢 在砸下5億日元舉辦豪華婚禮 過去超過百億的身家如今被她揮霍一空 負債也越來越多 2008年11月4日午前10時過ぎ 小室哲也逮捕 まさにカリスマ転落の瞬間だった 2008年小室哲在被檢方正式逮捕 原來入不敷出的她為了還債 以詐騙的方式將屬於唱片公司的歌曲所有權賣出 由於市政確鑿 法官判定有罪必須入獄服刑 原本她也為了怕連累妻子主動提議離婚 但Caco卻發表聲明會支持老公到底 還竭盡心思的在外頭為她奔走 結果戲劇性的轉折來了 最後居然是從夥伴變成敵人的Avex出手相助 在法庭上社長松普聖人表示 如果沒有小氏先生 就不會有現在的Avex集團 他不僅是我的恩人 也是世間上少有的音樂家 就算只是入獄三年的時間 對於日本樂壇都是個巨大的損失 副社長千葉隆平也表示 Avex集團將會全力支援小氏哲哲 為她提供一個健全的環境重新出發 並自願擔任她的寶人 有了Avex的承諾 加上社長松普聖人自掏腰包 替她支付了超過6億日元的賠償金 法院從寬量刑特別給予緩醒5年的判決 讓她逃過了牢獄之災 但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日本音樂教父 此時已經形象重挫 人生中留下難以抹滅的污點 大変大きなニュースでしたから 最後までね あなたの奥様はずっとついてたでしょ あなたのそこから離れないで奥様の存在って 僕はあなたにとって一番の宝物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本当に今いなかったらここにも僕はい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大事にし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よ はい、はい、はい 2009年在AVEX每年夏天舉辦的大型音樂活動 A-Nation中 小市哲哉在舞台上鞠躬長達35秒後 與Globe一同演唱歌曲宣告正式付出 走過詐欺觀思的她 雖然聲勢大不如前、產量大減 但她仍不間斷地努力創作 不再侷限於她擅長的Eurobee歐陸舞曲 而將作品的風格擴展至普及性 更高的流行樂與搖滾樂 在AVEX集團的支持下 她陸續為森靜一、SMAP、冰淇布等藝人提供歌曲 多次獲得Olicon單曲榜的冠軍 重拾過去王牌製作人的身手 2011年Caco因為即興腦出血暫停演繹工作 休養期間小市哲哉看似改過自新 一掃過去的風流渣男形象 不離不棄地照顧妻子 同時也擔負起養家的責任 在Globe活動暫停的期間 找回過去的夥伴重啟TM Network 發行新作品與展開巡迴演出 而小市哲哉呢 則是今天開了記者會鞠躬道歉 並且丟出了退出演藝圈的震撼蛋 深深鞠躬道歉日本音樂教父小市哲哉召開記者會 開始不到十分鐘就語出驚人 用隱退希望能平息風波 小市哲哉進來捲入婚外情 不倫醜聞不斷延燒 讓他下定決心離開工作43年的演藝圈 2018年小市哲哉被周刊文春 拍到多次與其他女性外出甚至過夜的照片 讓原本開始對他改觀的日本民眾 再度延上 爆發不倫風波的隔天 他召開記者會宣布退出演藝圈 會中他多次鞠躬道歉 並語帶哽咽的表示 因為妻子中風之後 精神已經退化至小學生的程度 脾氣也很不穩定 他長年照顧下來已經身心俱疲 對Caco的感情也從愛情轉變為一種責任 壓力大到還造成左耳失聪的狀況 還驚爆他早就無法人道 否認外遇的事實 但對於此次風波造成家人與粉絲的困擾 他還是決定隱退 結束出道了43年的音樂生涯 事後Caco的家人跳出闢謠 指出小事折栽這幾年不只沒有親自照顧過妻子 也從未到九州的娘家探視 連雙方分居時應該支付的生活費用 也說因為收入很低 所以每個月只能資助8萬日幣 而且更過分的是 Caco在長年復健下已經恢復到能生活自理的程度 為什麼講的好像都是Caco的問題才造成丈夫出軌 儘管此事件已進入各說各話的狀態 但日本媒體幾乎一面倒的會在引述小事折栽方面的說詞 是增加額外的補充或是質疑 說他明明光是每年版稅收入就超過1億日元 如果收入很低 怎麼依然住在月租破百萬的豪宅 出入還都是由司機開著名車接送 然而小事折栽的粉絲一樣力挺偶像替他喊冤 說周刊文春藉由爆料藝人私生活賺取利益 卻毀掉日本月潭瑰寶的行為非常無恥 認為明星思德不應該影響到他對演藝圈的貢獻 兩派人馬吵得不可開交引起熱議 結果風雨過後 拆割了一年小事折栽就悄悄地恢復了演藝活動 照樣以匿名或是友情跨刀的間接方式 提供歌曲給奶木版46等藝人 也照樣以TM Network成員的身份推出新作品 展開巡迴演出 一切都跟以前一樣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 最近我對他的印象停留在為了慶祝快打旋風發行35周年 以及宣傳最新系列作 遊戲公司Capcom找來由小事折栽重新編曲 由小圓兩子再次演唱28年前的主題曲 《愛戀心痛堅強》 洗腦洞聽的旋律 朗朗上口的歌詞 似乎喚起了我20幾年前 玩著快打旋風聽著J-POP的青春回憶 但是當我看到這個笑蜜蜜的傳奇音樂家 心情卻非常複雜 我不知道當下是感動多一些還是感慨多一些 但心中對他的印象卻逐漸模糊 就像過去那個曾經追逐著小事音樂的少年時代 如今都已經被淹沒至時代的洪流裡了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後的小一場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或是分享給你身邊喜歡小事折栽的朋友 對我會是個很大的鼓勵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是TBS學校移行 小村特里亜と圭子は学校移行されたプレゼントを喜んでくれるのか そして初めてパークマンサーを見るマークマンサーの反応は 小村特里亜と圭子がそんなこと言うもんだから気合を入れるぜ打ち合わせ お色を直しが300個 当然客観されたよ 小村特里亜としてたよ 乗って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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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乗ってるよ 乗ってるよ マークと目が合うと 前は誰だって顔してる この際はっきり言うけど 俺の名前はパークマンサー 申し訳パクリ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なさい